好 也因為這突如其來的病毒 很多學校現在已經改為線上 遭學 學生不用到學校上課 但是已經讓這原本訂好的大量蔬菜 一夕之間無路可去 新竹縣現在決定了 要把這些蔬菜呢 分送給縣內的社福機構 不會浪費農民心血 也可以愛心送暖 這是一個班級的量 熱騰騰的營養五千色的鮮豔 又飄香 學生吃的健康又美味 但現在疫情期間 新竹縣許多學校 紛紛改採 線上遭學 小朋友不用到校上課 讓團聖業者措手不及 早上訂好的有機蔬菜 這下該怎麼辦 這個有機蔬菜是跟 我們是跟我們這些農友 來簽訂這個器座的 那我們就把這些有機蔬菜 我們轉贈給這些社福機構 讓他們也可以分享 這些有機蔬菜的好處 或是上班下一袋又一袋的 新鮮蔬菜裡面裝著 十幾棵高麗菜 全都放到推車上 準備將愛心送到社福機構手中 為了不浪費農民的心血 新竹縣農業處和新竹縣農會決定 將蔬菜捐贈給線內的 二十七家社福機構 每次配送兩天份 每份有兩種蔬菜 大約兩公斤到九十公斤不等 兩個月內已經送出將近七頓蔬菜 不止如此 他們還推出了蔬菜袋 讓民眾可以上網選購 一部分就送了社福團體 做愛心公益 一部分也自己包成小包裝的蔬菜來販售 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就像擺滿一袋袋分裝蔬菜 提上標籤再將他們全都放進大籃子中 準備配送 新鮮愛心送暖也讓社福團體直呼 感受到社會溫暖 有這些這麼多的高品質蔬菜 老人家來講 是對他們很大很大的散舉 而且他們也感受到社會的關懷 而且人非常的溫暖 疫情嚴峻遠距教學 會持續多久都還是未知數 新竹縣將蔬菜分送給社福機構 不但是解決了剩餘問題 也能在疫情期間 為社會送上溫暖 記者陳其言榮 新竹採訪報導